过去的这一周,漫威粉丝哭着哭着,却等来了一个意料之外,情理之中的消息。 4月28日,随着复联资在中国热命,黑话副扮演者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电影《在内地的票房总和》已经突破100亿人民币。 这个数字确实不简单,斯嘉丽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首个百亿票房女演员,也是首个达成此成就的外国演员。 目前内地主演电影《总票房比他高》的演员,只有吴京、沈腾、黄博,这三座华语影坛的票房大山,与演员中白白和和舒淇,都排在了斯嘉丽后面。 娃姐的个人百亿票房,的确是吃了漫威系列《不少福利》,她参演的漫威电影很多,且每部在中国都票房不服,加起来就有八十多个亿了。 不过,她在中国上映过的其他片子,包括参演和配音,其实也挺能打低,奇幻三零九点七亿,超起二零七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